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书音的下落 就在莫无忌带着几里要进入传送阵塔之时 一个突兀的声音叫了出来 莫无忌 莫无忌回头疑惑地看着一个极其落魄的修士 这名修士只有天神之境 而且他满头白发 看起来就十分的沧桑 他在传送塔的外头的一个角落摆了一个小摊 小摊上只有一些零碎的法宝残片 法宝残片的等级显然不高 最好的一块法宝残片也不过是来自中品神器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些法宝残片应该很难卖出去 你叫我 莫无忌走到这名修士面前 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 真的是 莫门主 这沧桑男子看见莫无忌走过来之后 激动得连手都开始颤抖 没错 是我 莫无忌不明白 为什么对方叫他门主而不是宗主 我叫福圣 来自涅槃学宫凡人之地 我的师父是池川 池川还好吧 白月现在怎么样了 不等福圣说完 莫无忌就赶紧问道 福圣立刻跪倒在地上 门主 请救一下我师父和白长老 莫无忌手一卷 把福圣扶了起来 他沉声说道 怎么回事 凡人之地怎么了 莫无忌心中暗想 这不太可能啊 凡人之地是涅槃学宫的地方 谁有胆子撒野撒到了凡人之地 难道是活腻歪了吗 就算是在外面 也没人敢明着对涅槃学宫的人动手吧 他之所以不担心凡人之地 是因为他知道 只要有涅槃学宫在 凡人之地就不会出什么事情 问话的时候 莫无忌的神念已经扫到了凡人之地的护震之外 随即莫无忌就发现涅槃学宫的护震居然升级了 至少他的神念无法随意撕开涅槃学宫的护震 这让莫无忌有些疑惑 以他现在的实力 神念却渗透不到涅槃学宫的护震里 唯一的解释就是 涅槃学宫的护震至少是个准胜级别的强者布置 而且震道水平至少也达到了九级神镇的境界 据他所知 涅槃学宫震道最强者是苍正行 苍正行很可能跨入准胜之境了 苍正行突破到准胜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是短短时间内 苍正行是如何跨入九级神镇地的行列呢 无论如何 石川出事情 他必须回去一趟 福盛才刚刚想开口 一个急匆匆的身影就冲了过来 他一张手就抓向了拦在传送塔门口的莫无忌 莫无忌根本不等对方碰到他 一脚直接踹了出去 这黑影被莫无忌踹在了空中 张口喷出了一口血剑 紧跟着便跌落在地 犹如死狗一样 周围修饰一片死寂 他们全都震惊地看着莫无忌 这平凡的年轻人如此之大胆 竟然敢对寂灭神城的傲长田出手 莫无忌没看那被他踢飞的家伙 只是沉生对福盛说 你把详细的情况说出来 不要有一楼 是 福盛赶紧应声 刚才莫无忌那脚还是留情了 主要是因为他来自地球 不喜欢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进行杀戮 若是换成另一个准胜在此 区区一个神君也敢对他动手 恐怕早就落得个灰飞烟灭的下场 莫无忌手下留情 那被莫无忌踹飞的家伙 可并不会这么认为 他立声喝道 给我杀了这个家伙 但被莫无忌踹飞的年轻修士 很快就呆住了 他的几个跟班现在一个都不见了 也就是说 这些家伙很可能认识面前此人 他们根本不敢现身 我知道了 那是莫无忌 出身凡人之地 修士行馆的馆主 听说就是死在他手里 这种强者 你说一般的人 哪个敢随便得罪啊 傲长田是一般人嘛 傲士最近接连出了两个准胜 涅槃学功都是傲士掌控了 修士行馆的馆主在强 你不过就个和神出气 能和傲士比吗 围观的人开始议论 莫无忌也被人在第一时间认了出来 门主 此人叫傲长田 傲士的人 我师父持川 也是被傲士带走 站在莫无忌身边的福盛 赶紧说道 傲士 莫无忌忽然想了起来 他问了一句 是当年灵霄神城的那个傲士吗 灵霄神城的傲士 这是傲士一个分支 真正的傲士 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傲士神角 在神界规则恢复之后 听说出现了两名准胜强者 我师父持川 就是被这个傲士带走 事情出来之后 败长老急着寻找到了 涅槃学功的主公 但却被以莫名其妙的理由关押 凡人之地剩下的弟子 逃得逃散得散 我也是躲在这儿 一直等候着门主 福盛 据我所知 你修炼的根本不是持川的功法 莫无忌冷哼一声 持川是他亲传的弟子 修炼的乃是凡人爵 是通过脉络修炼的 如果福盛也是修炼的凡人爵 莫无忌一眼就能瞧出来 可现在福盛显然不是修炼的凡人爵 而是修炼的凌落周天 福盛在一旁解释说 我师父告诉我 您的功法 不经过允许 不可修炼 再加上我灵根姿指还不错 所以我师父传授我的 是他之前修炼的功法 所以我还不能叫门主师祖 莫无忌点了点头 凡人爵的确如此 没有他来开辟脉络 他的凡人爵是修炼不成的 你说说 你师父为何被奥氏带走 莫无忌的心中 已经浮现出了一丝杀机 当年奥氏在灵霄神城威胁他 如果不是赤坤和涅槃学功的一个神王 他恐怕早就死在了奥氏手里 之后他一直忙于各种事情 也没机会去找回厂子 现在还没等他去寻仇 这奥氏倒是先找到他头上来了 我师父的姐姐 你说持兵 他也出事了 莫无忌皱眉打断了福盛的话 没错 我师伯在奥氏神教出事之后 我师父立刻就冲到了奥氏药人 后来我师父就再也没有出来 拜长老当即就前往了涅槃学功 想请涅槃学功出面 可是后来拜长老也没出来 我找不到任何人帮助 只能等在这传送阵口 我见过门主 所以我希望能有机会 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 能在这儿等到门主 这么多年过去了 终于让我等到了 莫无忌点点头 他拍了拍福盛的肩膀 走吧 和我一起去奥氏 等此件事了之后 你跟随我去凡人宗 我让池川正式受你为徒 教你真正的凡人诀 莫无忌最看重的 自然是重情重义之人 池川和拜阅都出了事 可以说涅槃学功的凡人之地 已经是名存实亡 此时的福盛就算没留在这儿 也没有人可以多说他什么 作为一名修士 这么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没有几个会觉得愧疚 他们甚至会给出自己 一个完美的理由 自己实力太差 现在逃走是为了寻找机缘 等将来实力强大的时候 再来为师父报仇 不过即便是有万千理由 福盛仍旧选择了留在这儿 他凭借着一点几乎不可能的希望 在这传送他之外 一战就不知道是多少年 是师祖 福盛当即跪倒在地 激动不已 师祖的不凡 他可是不知听过多少次了 只是没有师祖的同意 他根本无法修炼凡人诀 现在有了师祖的亲口承诺 让他败入门下 他又岂有不激动的道理 看见没人为自己出头 傲长田挣扎着抓了树莓弹药吞下来 他并没有发讯息 他决定先逃回去 把莫无忌出现的事情 添油加醋地说上一番 然后让傲氏派出强者 干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可他刚刚跨出一步 一个巨大的手印立刻抓了过来 紧接着 他身体内部像有无数活线烧过一样 只是瞬息时间 傲长田就惊骇出声 你 你 可他根本就说不下去了 莫无忌毁了他的灵落 撕裂了他的石海 莫无忌把傲长田丢在了地上 对着福圣说 拎着这个废物 带着我去傲氏神角 是 福圣激动地一把抓起了被废去的傲长田 加快脚步冲出了寂灭神城 他恨不得一步就落到傲氏神角之中 神界规则修复之后 起家最快的不是一直在神界最强的涅槃学宫 而是傲氏神角 傲氏神角在神陆的两次机缘之中 均有巨大收获 两名强者跨入了准圣之列 要知道 涅槃学宫都没有一个人 从这次机缘里跨入准圣之境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